过去很多人都在说封口费 结果现在好像又有新的东西叫做封扣费 这个扣呢指的就是资深媒体人周玉扣 我们来看到许晓星他在联直播上面的这个爆料 他说周玉扣成立的放言公司 最近又拿下了政府的标案 这个是台电的电力科普知识的网路推广案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采取什么样子的方式 限制性招标的方式 等于说没有经过公开的评选或者是公开征求 就直接给放言科技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得标的金额一共是49万人的标案 所以呢许晓星他就痛批放言在网路平台的触及数 就只有一千上下 比他直播观看的人数还要少 而台电现在不是年年亏损吗 我们那些经济说要全民共享 还要拿回去补贴台电 结果呢居然还花钱请这种公司 难道是头盒坏掉吗 或者是这变成了一种封扣费吗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2024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许晓星的最新说法 周遇寇的放言 补贴台电中油 周遇寇又拿到方案啦 标案啦 标案在哪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标案在哪里 周遇寇 不是说好说 你看这个标案最新的 它是 519750 我才刚说什么 我才刚说如果我进到立法院 我就是会去把这些标案查清楚 来 我们看一下是哪一个单位给的 呃 台电 台电又给钱了嘛 给57万多 绝标金额是493 因为基本上它就是每 我看过它基本上 几乎就是每年会给50万 来 周遇寇懂什么电力科普知识网路推广 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我最后跟大家说 我自己在查案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处理的 怎么处理的 基本上呢 通常这些标案 它在做完以后 它会有一个结案报告 那你是立法委员 就可以去索取这个结案报告 那你索取这个结案报告之后呢 它就会看 比如哪些是业配的新闻稿 然后哪一些是网路推广 它就会写出来 那我曾经呢 就有一个内政部跟放言的合作 我就透过立法委员的助理 帮我去调了 调到之后呢 我就看到那些新闻稿 我就一个一个书到电脑里面 就是去网路上面去查说 它所谓的那个结案报告啊 到底有没有被刊登出来 后来发现很多都没刊以外呢 来 我还查到109年第二季的 内政部标案 花的钱 在放言的网站跟脸书上录出 它的触及率4篇 分别是多少 会笑死人 比我们直播有的还少 890 1828 1273 1483 灌算下来一个触及可以几乎拿到快100块钱 人民的纳税钱是这样子去浪费的吗 好 然后我还会再做一件事 就是它说会登在粉丝页上面嘛 这个结案报告写的 我就去他粉丝页上面一直往下查到109年第二季 看看有没有哪一篇提到这个中油台电之类的 就是有给他钱的那个 那时候是内政部 去看有没有什么内政部相关的 就跟这个案子有关的 有 有两篇业配贴文 一篇只有5个人按赞 其中一个是周玉寇本人 一篇有7个按赞 3个分享 其中一个分享是业主营建署内政部 所以流量跟曝光次数这么低 这种媒体就应该被列入黑名单 任何一间有脑的公司 都不可能会找周玉寇去做业配 台电你在搞什么啊 你台电怎么会现在又再给他49万5啊 这到底是头壳坏掉 台电什么中油什么的亏损好辛苦哦 所以他们需要钱 然后钱拿去 还有50万可以给周玉寇 什么意思 没错李静哲讲得很好 我要把它记下来 这就叫封扣费嘛 封扣费 封可能你要改成那个发疯的封 封扣费 所以你与其拿这50万给放眼 去撒狗粮 为什么不还税于名给大家 就是在乱花钱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